你干什么呢 三七 我爸应欠下这款被抓起来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已经没有钱了 女儿 你救救我 我赌博签贷 他没有抓我 我只能找你了 乖女儿 爸 爸 所以你就选择这种方式 你也太傻了 你快问问叔叔 还差多少钱 我帮你想办法 好 怎么回事 我手机怎么不受控制了 你这应该是中病毒了 最近有谁碰过你手机吗 没有啊 哦 那天 你好 小姐姐 我们是做街头采访的 您方便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 不方便 拍摄结束 我们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您的呀 好吧 是给您父亲打电话吗 对 我们拿话筒收个音 好吧 好了 给您 怎么了 女儿 爸 他经常在那采访 没什么问题吧 我知道了 你好 小姐姐 我们这边是一个亲情栏目 需要给您的家人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就会是小礼物的 好啊 我们收个音 好了 给您 证据到手了 你说什么呢 专挑单身女性下手 先以小礼物吸引她打电话 再以收声为由植入病毒 之后 你们就用麦克风收集到的声音 模拟她家人骗钱 你炫不坏人 送警察局 三七 结婚这么多年 我最遗憾的 就是没有给你想求婚 宝宝 嫁给我好吗 嫁给她 多么讽刺 眼前这个满眼爱意 望着你的男人 不久前出轨了 宝贝 这样你喜欢吗 讨厌 第二九十九十三起 就准备了这个呀 怎么 你不喜欢吗 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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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放开我 别碰我 你听我说 离婚 这是你上次半夜去见的女客户吧 我真是爱了 竟然信了你的鬼话 天下就没有不撒谎的男人 我撒谎是因为我爱你呀 是 出轨是我的错 可出轨也不妨碍我爱你呀 就当这一天都没发生过 乖 我们还是有爱的夫妻 不好吗 家伺 家伺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赶紧接戒指 老板娘你居然害羞了吧 有房有秀有颜值 老板娘可真有夫妻呀 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很爱你 这个婚人 祝你 好 来 吃一个 来 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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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来 我们拍个照吧 顾佳玉 我不仅会跟你离婚 还会让你静声出后 证据搜集的越多 越能让渣男静声出后 这个没玩过吧 我可是很厉害的 谁说又没玩过了 PK吧 那待会输了 可别酷鼻子哦 老公 这个又心情好久没玩过了 再来PK吧 你多大人了 又比我直啊 赶紧回家 原来你是个幼稚 适合我最近的幼稚 我已经了 还是这个脑袱 说话啊 我来了 我来了 你手上的证据还不够 你要干什么 我们分手吧 不管你信不信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她已婚 我是被小三的 她骗了我 就伤害了你 我们合作 和她不及待下 老板你好 家豪不跟我离婚了 为什么不愿意离婚 我放手让你跟她过不好吗 现在离婚 我会损失车子房子 菜说了 尽力是这个下不容易 二婚二十又好力 不划算 原来如此 你放心 我已经跟她分干净了 以后呢 我们俩好好过日子 签了吧 十三七 你可真知足 你可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吗 房子车子都归我 你净身出户 哈哈哈哈 我净身出户 你凭什么 购鬼 家暴 这些证明 不够了吧 你怎么在车子 我是来证明你出轨 你 老板你人出轨了 老板今天出离婚了 你怎么这么长的事情啊 对了 我还把我们的亲密合照 发到了你们公司群 你是不是疯了 现在可以签了吗 看什么看 滚 都够滚 师傅 还没到地方呢 您停车干嘛 不好意思啊小姑娘 系统自动给我接了下一单 正好顺路 我把它烧上 我先把你这单结束了 师傅 我这也不是停车呀 嗯哼 它是上一单的 前面就到了 好吧 师傅 这路线不对吧 怎么越走越远了 这叫路停车嘛 就算是上下班高峰那条路里 从来没有堵过车 而且看这路线 再往反方向开 这袭击不对劲 美女 你去哪里呀 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啊 我也经常去那儿 给你看 我还在那拍过照呢 不好意思啊 刚录下有个坑 没知识 师傅 能不能先停下 让我们去个厕所呀 我有点急 可以啊 前面路口去的厕所 你要一起呢 嗯 还好你留了个心眼 谢谢你啊 没事 但是我真的有力气上厕所 我有点害怕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啊 好 你去那个吧 这个坏了 不对 她怎么会对这里这么熟悉 你先竖掉我的订单 系统就会显示 我已经下车 刚刚专条没有监控的小路走 后上车的女生 根本不是拼车的 她们是头户 现在出去 肯定会撞上那个大树 你好了没 你走吧 嗯 我快好了 你还没好吗 还没好吗 我们要走了 你能吗 怎么了 怎么了 这还不够你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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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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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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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老板的女儿 我们已经在一起八个月了 我们已经在一起八个月了 哼哼 这 也不看看你样了 和你在一起 已经是做慈善了 大新闻 顾北辰骗你了 你 你不是一万富豪顾北辰吗 你不是再给上个亲戚到别人吗 我走 我 我去乘京 他们只会相信自己看到的 我已经被媒体认证是渣男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 和我假扮一个月情侣 然后再官宣分手 这样 既能摆脱少家 也可以让媒体闭嘴 一起聊 啊 收拾一下 陪我出去晚宴 那个少家小姐 是不是很难对话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在咖啡厅亲我的时候 我吓得勇敢吗 去就去 谁怕谁啊 看着也不怎么样嘛 我得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待在你身边 敢不敢跟我比一比 好 要是我赢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价钱 中午酒他们能够玩吗 不行可以认输 我从小就在不这样长大 怎么不能输 我 我认识 小心 你这么喜欢顾伟诚啊 不能喝还喝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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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